王晋美生于1898年 原名王瑞俊 山东诸城人 1918年王晋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五四爱国运动期间 他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1920年3月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 王晋美被发展为外部会员 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1年春 王晋美与邓恩明等 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同年7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10月 在他直接领导下 经奉铁路上海关公人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 历经九天取得斗争胜利 在中日的奔波中 王晋美积劳成疾 患上严重的肺病 但他仍以带病之身 奔走于济南 青岛 北京 上海 广州等地 宣传马克思主义 组织发动工人运动 1925年8月19号 王晋美在青岛病逝 年仅27岁 王晋美在病危之际 委托当时青岛党组织的负责人 笔录了他的遗嘱 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 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 而奋斗到底 以党的事业向嘱托 他就像一座灯塔 教育引导着我们 一代代共产党人 勃忘初心 牢记使命 接续奋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